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事业 今天就和你聊一聊 我为什么选择把拍摄父母的房车旅行生活 当成了我的事业 当你看到本期视频的时候 我们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对着镜头所画 好难 先问你一个问题 看你有没有遇到过和我同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独生子 我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就是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就要出去打拼 寻找更好的机会 矛盾的是 我作为独生子 我又希望陪在父母身边 不给未来的自己留遗憾 这两者就会有矛盾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选择呢 请在弹幕或在留言告诉我 直到今年年初我找到了方法 我把拍摄父母家的旅行生活 当成了我的事业 这正是我现阶段 属于我的两全其美的方式 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 你先听听我的故事 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父亲就到了外地去工作 虽然一有时间 就马上回来陪我们 但是时间还是很少的 我又是从17岁离开家 去考学 去上大学 到工作 8年多的时间 所以一家人完整在一起的时间 是非常少的 想起一年中秋节 我们三个人分别在不同的上个城市 通着视频电话 我爸当时还提议 说到各自的窗前看着月亮通话吧 这样是不是感觉距离就近了 其实这个事儿 对我印象来说特别深刻 当我长大之后 又很少能和父母 待上7天以上的时间了 这么多年 我无数次的在火车站 在飞机场 与父母分别或是团聚 总是很匆忙 我几乎没有停下过脚步 认真地观察过我的父母 意识里父亲还是精力充沛 而妈妈也是无所不能 2020年初的疫情 让我停下了快节奏的生活 在家待了三个月 也是这么多年 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这段时间里 我有一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 成年后 你和父母相处的时间 还剩多少天 根据调查显示 工作后 20%的人不足30天 24%的人 仅有7到9天 而22%的人 陪伴父母的时间都不到7天 我发现了这几年都错过了什么 我猛然发现了父母的变化 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 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 他们口头上对我说 放心出去闯 不用管我们 我相信好多人的父母 也都说过这样的话 但绝对是口实心扉 想起小时候 我爸带我去刘汉冰 去游泳 一起去滑雪 他们工作忙 但是一有时间 就会带我玩 今天我长大了 我也想 该换着我 陪他们玩了 但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计划 疫情考了之后 我又去外地工作了 但是心里 一直在想着这个事情 在2021年 春节的时候 我和他们提出了我的想法 要拍摄我们福岸家的 房车旅行的视频 让我的事业和陪伴 结合在一起 这也让我有了新的 努力的目标 太开心了 当然像我这种情况 还是比较特殊的 能有这个决定 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呢 我父母已经在房车旅行 有好几年了 我也向往的自由 也非常喜欢旅行 第二呢 就是拍视频和拍照片 正是我喜欢的事情 大家也好奇问 我的专业是不是学过 我是不是学编导的呀 其实无论是拍照 还是视频剪辑 都是我上大学的时间 我自学的 我对此也充满了热情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我们福岸家 平时都是很和谐 很欢乐的家庭 我父母也是很开明的人 我也有信心平衡好 工作和生活 所以这三个因素 才让我决定了这个想法 拍摄福岸家 拍摄父母的房车旅行生活 这里是爱生活 爱旅行 爱福岸 从我们福岸家发视频开始 到现在得到了 很多朋友们的喜欢 大家也一直觉得 我们福岸家更新视频很慢 一周两更 其实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想保证视频质量 还有一个 就是也不想让我的父母太累着 大多时间都是我做好准备工作 我爸妈半天的时间拍摄 大部分时间 就是我用来剪辑视频了 我之后出场 也是想分担更多的工作 让他们的更轻松一些 但意料之外的是 我发现他们还是很有活力的 而且有了大家的支持后 也变得更有动力了 拍摄的时候 嘻嘻哈哈的 也很快乐 自媒体一定不是铁饭碗 但它暂时解决了 我内心的矛盾 这近一年的旅行 也让我留下了 很多美好的经历 从今年四月初发 上传了佛王家第一条视频到现在 七个多月时间 这段时间让我们一家人 充分地享受了在一起的时光 这一年让我们完整地 过了三个人的生日 一起过了中秋节 五一 十一 各种节日 这些都是在去年之前 还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然陪伴不是天天黏在一起 我们也都会有各自的空间 拍摄视频 也给了我们独特的意义 想想在未来 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我的父母年纪更大了 我也人到中年 一家人一起回看这些视频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幸福的 我也会庆幸今天所做的事情 陪父母旅行 拍摄一家人的旅行生活 还是蛮酷的 这次出发 又是我们佛王家新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 我会给大家呈现更完整的 佛王家的旅行生活 我也会给佛王家的视频 带来一个年轻的视角 这就是我们佛王家的房车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长按点赞 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